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团团转向 我们首先看一下大纲 我们上一节课呢 主要讲了一个商家详情 详情页的一个设计 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 就是把我们看一下原形 把原形里边这个表头实现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做的这个 这是一个表头 按照它这种原形 看一下 按照这种原形 我们来进行一个设计 首先有一个标题 这里面有个收藏 还有一个心机评价 评价数量 环境口味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地址电话 看一下地址电话 这里边就是我们界面的一个设计 设计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定义了一些 label 还有一些空间 我们在加载完这个试图 这个VUD的load之后呢 我们对这个表头进行的设置 这里边就是设置标 标题 address 还有图标 还有一个评价的信息 都在这个函数里边进行一个完成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运行的一个效果 好 这就是一个标题图标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评价数量 看一下 5513看一下 更新一下 看看这里就是5513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评价数量 然后这是一个地址 然后这是一个地址 点进去 地址 然后导航电话 这些信息就都有了一个图标 你再看一下其他的这一条 你再看一下这一条 同样的 也是一个这种 这种表头 我们就设计完成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商家详情页 我们今天这是对上一节课内容的一个回顾 还有一个作业的一个展示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增加分享 分享商家的一个功能 我们首先还是看一下圆形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我点击分享 这是一个圆形 它里边会弹出一个菜单 短信 右键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分享 或者是人人或者是微信 这里边可以在其他分享里面进行一个展示 短信分享呢 我们点一下 短信 点一下短信分享 这里边就是一个分享的一个内容 我们看一下 这里边大概有一个格式 我在图图上看到 这是一个标题 希望和你分享 希望和你分享 然后地址 就是这个地址 电话 然后还有一个网址 同样分享内容的一个格式 可以在我们的这里边 我已经定义了这个格式了 分享的一个格式 就是我在哪儿 然后这里边是要 add 符号 就是要添加的一个内容 网址 这是我们生成分享内容的一个格式 画的字幕转 看一下我们 我们在这里边 这里边 这下边我们可以写一下 这是我们获得分享的一个增长 我们先把它列出来 这里边的一个标题 这个format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格式字幕传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贴重 然后下的info 点title 它叫name 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这个标题 然后呢 我们看还有一个地址 然后还有一个 把这里格式化一下 下的点info 点地址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地址 然后有一个电话 有一个网址 电话 电话 一台庄 7info 上加的一个网址 好 这就我们要分享的一个 一个body 我们如何来展示我们刚才 我们把它取消掉 它这里有个bug 这里边点取消就回不去了 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问题 看看我们程序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首先把这个菜单 把这个菜单列出来 我在积累里面 因为各个页面都会用到分享的一个菜单 所以我把它写在了一个全局里面 叫show share menu 这里边就是一个action sheet 它里面会把这个短信分享 有限分享 还有其他分享 这个标题列上 然后就显示出来了 那我们这里边 我们在这里边把它显示出来 把这个菜单显示出来 首先我们给它加一个 加一个分享的一个button 我们在这里边呢 在机内里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设置这是设置左边按钮的一个标题 我们把它加在这里 设置write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开数了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开数了 site write 这是一个搜索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 site write 所以我们冲写一下这个开数就可以了 这个name呢 我们就写上 内幕写上一个分享 这个就是do share 我们把这个事件函数写出来 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就把 fsglobal show 把我们的一个分享菜单 进行一个展示出来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 右边的一个分享按钮显示出来 好 好运行一下的代码 这里边没出来 site navigation write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看它显示在左边了 我们这里边 刚才拷贝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拷贝代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自己自己自己这里边一些要修改内容 自己自己这里边一些要修改内容 自己自己这里边一些要修改内容 看这里要分享了 这时候点击分享 就会出来这个菜单 这里边我还没有对它进行一个事件的处理 好 我们加上这个事件的一个处理 就是x 这里边 action sheet 有一个代理函数 点击按钮的时候 对不同的按钮进行一个事件的处理 还有一个delete 还有一个delete 就这里边 好 好 if button 那我们点击的就是短信分享 这里我们备注一下 转信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菜单 转信分享 好 else else if button等于1 那就是一个邮件分享 else button等于2 那就是其他分享 好 加完了之后 我们看我们如何来点击短信分享的时候 我们要把分享短信的这个界面 界面给掉出来 同样的 同样的 因为短信在各个地方都用到 所以我把它写在的 写在了一个全局函数里面 商家相亲里有分享 有这个短信分享 然后我们看看这里边 这里边有一个团购团购里边呢 相亲也同样有分享 所以我要把它写在一个全局公共的一个地方 方便我们进行代码的一个重用 发空短信的时候 发空短信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引入一个 framework 在这里 这里边 我们加了一个message ui 这些就是短信跟邮件的一个 都在我们这个framework里面 同样我们在这里搜索 这里边就搜索 点击双击一下 或者点账 添加 这里边就加进来了 加了这个framework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 先进行一个判断 看是不是能发送短信 要用这个下面的短信 发送短信的一个界面 controller 然后设置一下标题 abot 设置一下代理 这里边就是把它展示出来 如果不能发送短信 我们就给它用户提示一下 请先设置一个message账号 这是一个代理 这里我们设了一个代理 然后发送完成之后 或者是回调函数返回的时候 我们进行一个判断 如果是失败了 我们就是短信发送失败 这里边还有一些未知的一个错误 如果 如果是失败了 有我们看一下 短信已发送 赶快让他们去看 有一个发送成功的提示语 我们告诉用户发送成功了 如果失败了 我们就把这个失败信息显示出来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短信分享的一个界面进行销毁掉 这样我们就 那这就是发送短信的这个界面 同样 发送邮件呢 我们这里边首先判断一个邮件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 首先判断我们硬件 是不是支持 能发送邮件 如果支持的话 我们就把发送邮件的这个窗口显示出来 然后设一个代理 然后主题 然后包的是不是html格式的 还有一个发送的一个地址 发给谁发送的一个地址 这里面如果有附件的话 我们就可以还可以把附件加上 同样展示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 如果不支持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里 先设置一个电子邮件账号 这就是我们发送邮箱和发送邮件和短信的一个公共的盘设 这个我们可以放在公共的库里 这些在其他的工程中如果用到的话 就直接拿过来用 好的 讲完这些之后 我们这里就可以开始调用了 我们这里就可以开始调用了 如果是短信分享 Fsglobal send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的定义里面 定义的是一个充电函数 send send s 这里边呢 title 我们可以写 也可以不写 可以空的 然后body呢 我们可以写我们的一个 self send get get sharebody controller 这controller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的这个 富类的一个owner 所有种 谁把它调用出来的 就可以去send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运行看一下 点击分享 点击到键 因为我这里没有 这个必须在设备上进行一个调试 我这里边没有一个 iMessage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 我这里在fsglobal global 然后sendemail 这是一个邮件的一个速度 可以空的 主题 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给这个邮件起一个 邮件的一个标题 也可以空的 body呢 同样是我们的一个self 附件 可以空起来 附件的名称 文件名称 delegate self 好 邮件发送成功之后 之后呢 它这里边有一个回调 我们看一下这个凯数 不要把这个忘了 否则我们的一个发送邮件的这个窗口 就不会消失了 就跟他这里似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跟这里似的 我点击一个责心分享 如果不销毁掉 我这里点取消 这个界面就永远销毁掉了 看一下 所以我们这里的这个分享的邮件分享 如果是短信分享 我们就把窗口销毁了 它也肯定是因为没有销毁掉 所以这个短信的一个界面就一直显示的 我们在我们这里边呢 它有一个complete 完成之后 完成之后呢 我们把它销毁掉 对 这样我们的一个邮件 分享这个界面 就 就完成了 你移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 这里边就是我这个 一个内容分享的内容 这里边这个一个标题 我可以给他写一个标题 看这就是标题 还有to谁 这个to的谁呢 它可以是一个邮件的一个数组 把邮件的数组 我们这里呢 s arrow 看一下 这里可以写一个 写我的邮件 好 他没有出来了 看这里边就是我这个邮箱的一个地址 这就是我们这些参数的用法 我们还可以加附件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发附件 发完了之后呢 我这里边把它取消 是不是删除掉 这个界面就消失了 我们看一下他这种 我如果点个邮件分享 啊 他这里边提出我还没有设置 就确 这里边应该是就跟他的一个 呃 就为他这里边的这个邮件分享呢 跟短期分享跟一样 就是点取消的时候 这个界面销毁不掉 啊 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没有加这些 啊 代理没有进行一个销毁 好 好 我们这样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个 短期分享跟邮件分享 其他分享里边呢 他我们看一下他里边 其他分享 没看到啊 其他分享 如果没有登录 他可能就是啊 用新浪 或者是分享到人人 这两个来进行一个分享 这里边就是啊 这个 因为没有登录 所以这里边就跑到登录这个界面来了 不然我们可以也可以去做啊 在其他分享里做一些设置 做一些事情 好的 啊 我们今天讲的一个短信 和一个邮件分享 我们就 讲完了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首先我们写的一个分享菜单 短期分享 和邮件分享 我们把这个freemork加进来 其他分享 大家还可以去把微信加上 因为现在微信比较火 他的一个sdk 或者一个第三方的开放平台 这里面进行的 说的都非常的详细 到这里面就 就简单 大家可以去自己看一下 这里面如何加上微信的一个分享 分享到朋友圈 或者分享给好友 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的内容 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